也叫做什么 它也可以叫做定 所以我们讲的四禅八定 四禅就是 社界的四禅 如果八定的话 那八个定是哪八定 社界的四禅 因为它也叫定 那无社界的四个定 也叫做定 所以它叫做什么呢 八定 所以原则上 应该可以说 我们可以说 简易的说 应该说四禅四定 可以吗 四禅四定刚好是 八定的意思 等于是四禅八定的意思 那 如果是八个定 只是把四禅 把它说明为什么呢 四个定 那就变成八定 好 那我们要得到的定呢 我们先有一个粗略的概念 要得到的定 就是社界的 这个八个定 或是四个禅 社界的四个禅 或是四个定 那无社界的四个定 加起来就几个 就八个 这八个呢也叫做根本定 那它得到根本定之前呢 又有一个叫 禁分定 那所以呢 我们有八个根本定 还有几个禁分定呢 有八个 八个禁分定 那根本定呢 就好像城市 我们要进入城市之前 会从它的郊外 那个郊外叫做什么呢 叫做禁分定 八个根本定 八个禁分定 那这个禁分定里面 最重要就是第一个 要进入出禅的那一个禁分定 也叫位置定 好 这个是讲到禅跟定 那定的定义是什么呢 定的定义呢 这边有分两个 一个是南传的亲近道论 南传的亲近道论里面提到 什么是定 那它的定义呢 其实它可以分两个 那第一个呢 是善心一近信 这是第一个 那这个善心一近信呢 是世间定 那第二个呢 是与圣道相应的善心一近信 一个是善心一近信 第二个是与圣道相应的心一近信 它名为定 那定呢 可以这样子解说 就是让我们的心 止于 一点 一念 心止于一点 心止于一念 心止于一个所缘 比如说 我们在念佛的时候 念佛观 那念佛就是我们的所缘 心 止于一点 止于一念 止于一个所缘 那这是定的定义 那在佛典当中修定呢 我们可以简易的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个呢 就是能源的心 第二个呢 是所缘的近 心 缘于所缘 心 产生心一近信的时候 它就叫做什么呢 它就叫做定 那凡夫呢 是攀源于五欲六成 凡夫的心呢 是刹那刹那的改变 不同的所缘境 色身相畏触 所以 凡夫在 散乱心当中 散乱心呢 开车为不危险 很危险 不要说开车啦 走路为不危险 散乱心 走路都会怎么样 跌倒 你看很多新闻 连走路都走到跌倒 然后就往生了 所以修学禅定这么重要 修学禅定非常重要 修学禅定有无量的功德 第一个它可以得到 世间乐 它可以得到宪法乐 它可以得到来世乐 后世乐 它可以得到禅定乐 它可以得到解脱乐 它可以得到涅槃乐 它可以得到无上的菩提乐 那 所以我们在修定的时候 还要加上其他的成分 如果 我们 把 修定的时候加入 出离心 加入 这个 解脱涅槃的观法 那我们就能去入于解脱 如果我们加上 菩提心 那我们可以 这个 成就无上佛道 好 所以我们先知道说修定的目的呢 它可以得到很多殊胜的功德 那刚才提到了修定呢 我们必须注意到两个部分 第一个是能源的心 第二个呢 是所缘的静 心静合一的时候呢 它就是定了 简单的说是这样子 那 清静道论呢 它提到说 我们心 一静性的时候 世间的 定呢 是跟善心 结合在一起 心跟所缘 那个所缘境 止于一点 止于念 止于一个所缘 那这时候是世间定 如果我们 跟圣道相应 圣道相应呢 比如说 我们在修 四第十六行观的时候 那我们跟 这个初世间的 这个观法 结合在一起 那这个定呢 就是初世间定了 那 定的修学当中呢 它有世间定 它有二圣定 它有大圣定的层次不同 那 我们要从最基础的 修定前方便 慢慢的进入 那在大字多论里面 它提到说 一心不乱 它叫做定 一心不乱呢 就是定在你的所缘 那在 佛典的修定的所缘呢 在清静道论里面 有提到四十种方法 那 它的方法有非常非常的多 它只要让你的心 安住在一点 安住在一念 安住在一个所缘 那产生定力 然后跟 智慧的观察 结合在一起 那这个就是我们 主要的目的 那修定呢 其实 它有点违反凡夫性 因为凡夫攀缘以五欲六成 已经很习惯了 你叫他定在一点 他习惯吗 他不习惯 那 但是刚才提到说 我们凡夫心是散乱的 散乱呢 散乱心当中 会生起非常多的烦恼 生起无量的烦恼 那没有定力 就有很多烦恼 很多烦恼是让我们 产生轮回的因 所以我们要修定 修定呢 凡夫去扶住 这些烦恼 那进一步呢 我们断除这些烦恼 然后能够正入解脱 那其实修定呢 它是让我们的心 能够简单 因为心我们都攀缘于 五欲六成 我们碰到 这些外面的境界 任贼作父 这些五欲呢 是不好的 但是我们认为它是好的 所以我们不断的攀缘 心不断的散乱 禅定 它有它的对峙性 它的对峙性呢 就是对峙散乱 对峙 欲乐 对峙 五欲 然后 开发五欲的智慧 那 刚才也提到了 这个三界的禅定 三界的禅定呢 在三界当中呢 它分为 定地跟散地 三界就是欲界 色界 无色界 刚才提到说 我们是 我们是在欲界 我们是在散乱地当中 欲界呢 非禅 非定 它不可以说是禅 也不可以说是定 无禅 无定 那 定地呢 是色界跟无色界 色界有四禅 它是禅 也是定 那四空定呢 它是定 但是它是非禅 接下来呢 我们要跟大家说明 修定的前方便 修定的前方便呢 刚才提到说 心里尽性明定 善心一尽性 叫做定 那我们要得定 之前 先要有前方便 先要有前置作业 那曾经有一个长老 它在开始当中提到 我们 凡夫在修行的过程当中 不重视 基础 不重视前方便 一开口呢 就说 要 得定 一开口呢 就要解脱 这个基础不够 那 它就好像盖 比如说台北的101大楼 你要盖101层 上面比较重要 还是下面的地下室的基础重要呢 地下室的基础是非常重要的 那地下室呢 它地下呢 非常多层 作为它上面的基础 所以修定呢 前方便是重要的 我们在打基础的时候 可能打很久 大家都觉得好像没有看到什么东西 不论是修定 或是修会学都一样 这基础是重要的 那这基础呢 这里提到了25个内容 25个内容呢 我们分为 五个部分 修武缘 喝武欲 气武盖 调武士 行武法 修武缘呢 就是你必须具备五个因缘 那第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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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 衣食俱足 第三个 闲居尽处 第四个 习诸原物 第五个 得善之士 喝武欲呢 是喝色 身香味醋的武欲 那欲呢 是我们欲界的特产 这必须喝者 这是障碍禅定的 第三个呢 是气武盖 气 贪嗔 这个昏眠 调毁 还有疑 那这个五盖呢 的内容 也可以说是 贪嗔痴的内容 贪嗔痴 那因为我们有烦恼 所以没办法得定 所以要气武盖 第四个呢 是调武士 调呢 就是调整的意思 调整呢 有时候我们调的不好 那有的调的很好 那调呢 有调五个 调生 调喜 调心 还有调睡眠 还有调饮食 那这三个呢 如果重点的说呢 是调这三个 调色于三世 心以尽明定 那行武法呢 我们要去实践 实践什么 五个内容 欲精进 念一心 巧慧 也可以说是 欲精进 念定慧 一心 那我们首先呢 先看到 第一个 修订呢 要具备五元 这个五元 第一个 要辞戒 情进 我们在三学当中 叫做 戒定慧 如果批语的话 戒是一楼 定是二楼 慧是三楼 那必须要有戒的基础 才有 这个能够生定 盖完一楼 才能盖 二楼 可不可以 我不要一楼 我不要慈戒 我直接盖二楼 可不可以 这不可以 这没有办法 所以 慈戒 清静呢 慈戒是非常重要 我们说 失罗不清静 三昧不现前 失罗是什么呢 它是戒的别名 失罗是戒 你的戒 如果不清静的话 三昧是定 定就不会现前 所以慈戒 是非常重要的 那慈戒呢 它也可以分成 这个三大类 那第一类呢 是 这个 下品慈戒人 下品慈戒呢 它是常常犯戒 而且犯众戒 但是犯了以后 它能够忏悔 第二个呢 是中品慈戒人 中品的呢 它只犯清戒 它犯了以后 它也忏悔 上品慈戒人呢 它是不犯戒 那请问一下 这三类人 哪一类比较容易得定 上品的 上品慈戒人 容易得定 所以如果你要 快速的得定 第一个呢 你要怎么样 慈戒 清静 这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说五戒就好 杀到淫忘 天天杀身 天天去偷盗 内心就会感到不安 也会产生很多的障碍 你说 它修订 容易得定吗 人家偷了东西 想说 这个今天 不知道会不会被人家找上门 好 慈戒是很重要的 第二个呢 是 聚五元 第二个叫做 衣食聚足 那这个衣食聚足呢 也就是说 我们对衣食呢 要少希望 少欲 这个衣 如果立根的呢 一衣就可以了 那 第二个呢 是 三衣 我们一般是三衣了 三衣 有一些也就足够了 那另外 再比较顿更一点 三衣之外呢 它还有什么呢 还有藏衣 那 只要缩进 也可以 那 三衣以外 在藏衣 但是呢 就是要如法 少欲之主 那第二个 饮食也要具足 衣服 饮食要具足 饮食也要具足 饮食呢 它这边有 这个几类 那这个饮食呢 我们可以脱波起食 或是弹乐诵食 或是生中节进食 生中节进食呢 就是在生团当中呢 如法的受用饮食 你的衣服具足了 你的饮食具足了 这个对你修订 也有很大的帮助 有些人福报不够 要修订要修行 这衣服也不够 像寒流来的时候 太冷了 那食物也不够 它要修订 它也很难 那 因为光是饮食 要张罗这个饮食衣服呢 它就生起烦恼 聚无缘的第三个呢 闲居进处 处所很重要 处所呢 它这边提到了三个处所 第一个是深山绝人处 就是很深山 很深山就远离人群嘛 远离人群的一些干扰 那深山哪里是深山 中央山脉是深山 那我们有没有根性 跑去中央山脉那边去 可能是没有 第二个呢 是妥妥兰若处 修妥妥的阿兰若处 阿兰若处呢 比如说 像 近于 这个 坟墓啦 这些 远离 吵杂的地方 还有远白衣色处 就是远 在家人 住的地方 因为在 在家人住的地方 有时候也蛮吵杂的 也会受到干扰 好 这三个呢 都是 好的地方 那要得定呢 如果你 你在一个很吵杂的地方 你就不能安住 所以这个处所的选择呢 也是非常重要的 第四个呢 习诸原物 那这个习诸原物呢 就是你的 这个 事物呢 要少一点 习诸原物 我们的原物呢 我们的外物呢 非常的多 有哪些呢 生活的原物 人事的原物 工巧技术的原物 还有学问的原物 生活的原物呢 也就是说 我们还要生活 可能还要 这个去 做很多种的事业 那很多种的事业呢 就有很多的人事 比如说 你事业做得很大 很忙 手机总共有十支 一下子呢 这只手机响 那只手机响 你有没有习诸原物呢 没有 好 那习生活原物 人事原物 还有工巧技术原物 工巧呢 它有深工巧 比如说你在学很多的技术 你在修订的时候 你就在想 我学的这个技术呢 有没有学好 这些呢 都会障碍修订 还有学问原物 你学很多的学问 比如说 有些人 在修订的时候 他也去学一些外道法 比如去学易经啊 去学种种的这些外道法 那这些呢 都是障碍修订的 句无言的第五个呢 是得善知识 那善知识也很重要 善知识分为三大类 第一个呢 叫做外户善知识 第二呢 叫做同行善知识 第三类呢 叫教授善知识 这个外户善知识呢 比如说刚才提到的 有时候我们独自修订的时候 独自修行的时候 有外户的善知识呢 他给你物质的供养 精神的鼓励 这非常重要 那你就可以安心 这个尽心的去修订 去修行 同行善知识 同行善知识呢 就是我们同辈的 共同一起修学 止观的 修学佛法的 那同行的善 同行呢 他可以是善知识 互相增上 互相切磋 有没有互相障碍的 也有 互相障碍的比较多 还是互相增上的比较多 障碍蛮多的 这个修订跟福报也有关系 你的过去的波罗蜜 过去的资粮 如果你过去的资粮很够 你依死自然而来 善知识 有外户的 有同行的 很多很多 他都具足 那 这个 同行善知识呢 这个呢 平常就要跟人家结善缘 不要 不要你平常呢 一个人呢 就 这个得罪所有的人 那你要修订的时候呢 就所有的人都来怎么样 障碍你不是成就你 那第三个教授善知识 教授善知识很重要 修订 修订 它是一个经验的传授 的指导 所以你在修订的时候 你要有一个 阿瑟里 能够指导你 方法 那 当你修订产生问题的时候 你随时呢 可以去请教他 所以这个教授善知识呢 他是能教导 教 教授 训诫 修学 止观的人 他可以让你成就止观 那 在 这个前25方面呢 第一个呢 就是聚武员 这个聚武员呢 的内容呢 不会太难 实戒 清静 一时聚足 闲居尽触 习诸原物 得善知识 那 我们在修订的时候 我们先 第一个呢 看我们在这五元当中 哪一些聚足了 我们给他保持 不聚足的 就让他聚足 那他会 这个成为你修订的一个真上缘 第二个呢 第二类呢 是喝五欲 那 五欲呢 是欲界 的 五大烦恼 我们说五欲呢 是 色 身 香 味 醋 那 或是 世间的五欲 世间的五欲是什么呢 财色 明石 碎 这个五欲呢 我们一般会贪酌 五欲在经论里面 他提到说 五欲如刀口蜜 刀口的蜜呢 我们去舔它 那个五欲就是蜜 我们吃到了五欲 的确 五欲如蜜 它是舔的 但是呢 我们吃到少许的蜜 舌头被它割伤了 这样滑得来吗 滑不来 我们要认清五欲呢 它是不可爱的 它是不可乐的 因为 世间的这个五欲呢 它是短暂而有 所以我们要喝者 那 在世间里面 我们如果在欲界呢 贪着于色身香味醋的五欲 我们就没有办法达到 心源在所源 刚才提到说 我们心要源在我们的所源 所源是什么 比如说念否 念否是你的所源 鼠息是你的所源 那 乃至持咒 等等是你的所源 但是你的所源 去圆什么呢 去圆五欲 圆色身香味醋 你离开你的所源 心就散乱了 而且这些所源呢 是会让你生起烦恼 生起贪欲 那 在 世间里面呢 它有这个色 我们眼睛都喜欢看好色 鹅呢 喜欢听好声 鼻呢 喜欢闻好香 蛇呢 喜欢吃好的味道 酸甜苦辣咸淡 我们醋 我们希望醋到好处 生好处 那这是要喝者的 那我们要认清 五欲的本质 我们要认清世间的本质 五欲的本质 五欲呢 是什么呢 五欲无乐 这五欲无乐呢 在 论典里面 经论里面 比如说像大智多论等等 他提到说 如狗啃枯骨 刚才提到说 五欲 就像蜜一样 它是刀口蜜嘛 我们 吃了这个蜜 割伤舌头 这是划不来的 那 这个五欲呢 它只是 增长我们的烦恼 它没有什么营养啊 它就像那个狗啊 在啃那个 没有肉的骨一样 五欲无乐 这个乐呢 是暂时的乐 那暂时的乐 产生更大的过患 第二个呢 五欲 真真 五欲 这些五欲呢 大家都会去 抢 抢这些色深香味处 那 我们如果在五欲当中呢 我们去贪酌的话 很多人会去 抢这个五欲 那它就如鸟尽肉 如鸟尽肉 就好像 有一个野兽 一个动物死了以后呢 有很多的老鹰 它会去抢这个肉 那就会产生 这些争论 那第三个呢 五欲害人 五欲因为我们去贪酌它 它如什么呢 它如逆风 直聚 就是拿 我们拿那个火把 那逆风 风吹过来呢 然后我们往前走 我们一直追 这个五欲 那就像逆风一样 我们对五欲 这个烦恼越强呢 那我们 产生的烦恼呢 就越大 所以五欲害人呢 如逆风直聚 第四个呢 五欲烧人 五欲烧人呢 这五欲烧人应该逆风直聚 五欲害人呢 如见毒舌 就好像我们踏到毒舌一样 我们踏到毒舌呢 我们会赶快跑 但是呢 我们现在 贪酌于五欲 我们会不会把五欲当作毒舌 不会 我们把五欲像刀口蜜一样 我们想要去吃它 第五个呢 五欲无始 五欲呢 它没有真实 因为刹那生刹那灭 生灭无常 所以 五欲呢 它是无始的 如梦所得 那这个五欲呢 我们要去喝着 要喝着五欲 我们才有办法得到禅定 那这是第二类 喝五欲 那第三个呢 是弃五欲 那个欲是烦恼的别名 这烦恼盖住你 烦恼盖住你呢 你定是没有办法升起的 那这五欲呢 第一个呢 是贪欲 第二个是称慧 第三个呢 是昏眠 那个昏眠呢 它是有两个心所 因为相近 所以合为一概 一个是昏沉 一个是睡眠 那第四个呢 是吊慧 吊呢 是吊句 那慧呢 它是这个后悔的意思 悔 那第五个呢 是疑 这气五盖呢 气就是丢气的意思 我们丢气这五个 那第一个呢 贪欲盖 贪欲盖呢 如果以三毒来讲 它是属于贪 称 那个气称慧呢 是称毒 昏沉睡眠呢 是吃毒 疑呢 是吃 吊毁 吊毁是等分 等分就是三毒的等分了 好 我们生起这个 五个烦恼的时候 我们是没有办法 生起定的 那在欲戒呢 容易生起这三个烦恼 就是贪嗔痴 广泛的说呢 就是五盖 如果再把它缩减的话呢 其实可以看两个 就是这边的 昏沉 跟什么呢 吊举 那我们心呢 基本上 可以分成三个部分 这三个部分是什么呢 一个是向上 高举 这个叫吊举 一个是心的态下 叫做昏沉 第三个呢 是心安住在你的修订的 所言进上面 那 这个是最佳状态 好 那我们心太高的时候 的时候要让心下心 如果我们心太下 昏沉的时候要上提 那保持在所言的时候 那我们就要修行舍 舍心舍 后面我们会 会提到 这个修舍 那 为什么要 实际上